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2年的6月3日 我现在来做今天的Vlog 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去看我的狗 然后它没有吵我 让我带它溜了一下 然后但是它看到我的车 就去趴在车子底下 不肯去,不肯走了 然后我继续自己独自散步 它也不肯过来 我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 荒野漫长的场景 还看到一个铜器莲芝的场景 然后我就去做了早餐 煮了一个鸡蛋面 煎了一些鸡蛋 做了一碗鸡蛋面 这就是我的早餐了 然后开车去桃园的中立 桃园市的中立去找上官乱 因为我答应他要把他的一些写的书 叫台湾就应该这么玩 送到台北书展里面去销售 然后见到他的时候 他在防疫隔离期间 他不肯下楼 然后去上楼去想找他喝个饮 他就坚持防疫政策 离我超远超远的 他说八米 我觉得十米都有 所以我就这么象征性地跟他合个饮 然后跟他聊几句 再跟他先生聊了一会儿 然后我就去买了两个便当 带回展场去给另外一个女孩子 叫张新柔 她是一个诗人和歌手 今天他在背领的展位上面去做签名收书的动作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 到了中午一点半的时候 我就去开车去找新宇 新宇他在做一个小平台的一个网站 他想看看能不能找我做 我就去开车去找他 在车上跟他聊了一会儿 然后再赶在三点前回到展场 帮张新柔指他的牌子 然后吸引其他的参加书展的民众来购买他的诗集 然后这个展场里面到傍晚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 看到有一个展位在演讲讲非暴力抗争 然后我就坐下来听了一下 这个讲者他讲了一些2019年香港抗争的故事 也讲了缅甸抗争的故事 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后来讲完之后 我结束的时候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说我听别人说 蔡英文执政这几年很少有社会抗争 这是什么原因 他说是早上上午听那个朋友说 是因为这些团体被蔡英文压制了 后来收买了 但是我就问了他 问了这个讲者 他讲者后来他名字叫做孙力群吧 他说他是剪西街的学生 孙力群做社会运动做了27年了 所以其实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 然后他的说法是他在各个时代都 在陈水扁时代 李登辉时代都有一些社会抗争经验 然后陈水扁时代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些警察对他有一些基本的认知 所以对他比较客气 但是在马英九时代他是被取牌次数最多的 所以蔡英文时代的话 确实好像是蔡英文把这些抗争者的意见整合到政策里面去了 所以就抗争的时间比较少一点 所以很感谢他的分享 然后在孙力群的这个演讲现场 我见到另外一个老朋友 就上次我去台北参加游行 声援乌克兰的游行 世卫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 叫丹曾 丹曾兰曾兰达 他是藏人在台福利协会的会长 所以我就趁机救助他问了一下藏人行政中央的事情 他说藏人行政中央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机构 然后藏人行政中央也会向民众收税 如果你持有印度护照的话 就可以不用缴税 即使你是持有那个藏人行政中央发的一个份文件 你缴税的时候也是不是强制的 但是不缴的话就像是健保不缴一样 就没有一些福利待遇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行政看起来还蛮民族的 然后还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还问了一下藏人行政中央的对华政策 他说他们的对华政策是经过大家讨论 然后形成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一是希望他们并不主张独立 另外他们选择是中间道路 并不主张独立 他们要求实现中国的宪法说明的自治 他们要保护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所以这是一个蛮独特的经验 我也可以把那个单针难答的讲话 剪成一个大概八分钟的影片 但是今天晚上我就宣布剪辑了 等我在台北玩完这几天 回到家里再慢慢的剪辑 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台北书展 是到晚上十点才结束 所以十点结束之后 我才开车回到新北市的乌来区 然后又回到贝宁的房子里面 所以后面又是贝宁的书架 这是贝宁的房间 好 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 明天是6月4号又是一年一度的纪念 六四大屠杀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明天傍晚会去台北的中正纪念堂 也就是自由广场 去自由广场去帮贝宁卖书 也顺便看看有没有其他熟人面孔出现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没有被感染可以自由出门 好 大家晚安